当我们看到那些张、鹿、泥、鸡等动物时,就知道它们的前生喜欢惊吓恐怖众生。 生在龙族的众生,是因为前生喜欢调戏人群,才会堕落到龙族。 身体遭受浓疮病痛折磨的人,是因为前生喜欢鞭打众生,不理会被鞭打者的痛苦的缘故造成的。 人见人爱的人,是因为前生总是以愉悦的心情,面对世人的缘故。 人见人恨的人,是因为前生总是在人前人后不欢喜的缘故。 被政府收监,失去自由的人,是因为前生老是喜欢建造文物,关押众生的缘故。 当我们看到那些嘴唇是吐唇的人,就知道那人,前生喜欢钓鱼,并常把鱼嘴扯烂的缘故。 当我们看到那些,有好言善语,而心中很不喜欢听闻,还事事非非,挑拨关系,打搅周边的人听闻佛法。 就知道那些人,都将会堕落到,畜生到,做哈巴狗。 当我们看到那些,听闻到佛法之后,心不乐意的人, 他们的下一生,极有可能堕落到畜生道, 投生到长耳驴马群中。 由美食者独自享用,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的人, 下一生,极有可能堕落到恶鬼道。 做中日,被饿得哇哇乱叫的恶鬼。 就算是以后再次为人,也是衣不遮体,食不果腹。 好的饮食,留给自己享用。 差一点的食物,拿去补食给别人的人。 下一生,极有可能投生到畜生道去,做猪或者蟑螂。 那些喜欢打劫,抢抢他人财物的人。 下一生,就会堕落到畜生道,做羊。 被人活生生扒皮,吃肉扎骨, 偿还夜战。 喜欢杀害众生的人, 下一生,极有可能成为那臭水中, 招生木死的浮游虫。 喜欢偷盗他人财物的人。 下一生,极有可能成为他人奴婢, 或者成为牛马, 偿管夜战。 喜欢兼营他人妇女的人。 人生下一战, 极有可能是到无量无边苦海, 所聚的地狱中去。 南暴烧得通红的铜柱, 女卧烧得通红, 且布满坚长铁钉的大床。 从地狱出来后, 就会堕落到鸡鸭区中。